这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精美泥树雕像 居然是一位农民花了十年时间 在千年古寺庙里创作出来的罗汉雕像群 这里就是四川省绵阳的圣水寺 从成都出发乘坐高铁四十分钟即可到达绵阳 圣水寺距近一千三百年历史 穿过吉祥门 门口有二龙 一般是二龙细珠 但这里一边为龙细珠 一边为龙细子 堪为少见 接下来呈现在眼前的 就是震撼的泥树艺术厂 楼梯的两边共有三百余尊 罗汉盘旋在头顶 两百余种飞禽肘兽 个个栩栩如生 血而泼 毛而泼 破衣烂山行放浪 嬉笑怒骂皆修行 这就是大家熟悉的激功和尚 赤梨罗汉拥有布袋和尚的外形 他有一条贪吃的舌头和贪婪的面向 大富翩翩 旁边这位瘦骨灵巡的和尚 和他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再看这个长臂罗汉 这个手臂也真够长了 骑一虎的罗汉最勇猛 胯下的猛兽肌肉紧绷 好有一种正欲飞奔远行的气势 骑着麒麟的罗汉拥有仙人的面孔 长眉长须手中抱着如意 衣带翩翩 腾云驾雾好潇沙 这里最精美的要算骑着狮子的文殊菩萨 他慈眉善目 宝像庄严 服饰飘逸 坐下狮子发达的肌肉 周围还围绕着两尊身穿薄纱飞天 飘带足有六米长 还是镂空雕刻的几百尊罗汉造型怪异 有的驾神龙 有的骑虎翼 有的跨龙鱼 还有的立于麒麟之上 这些作品是由民间艺术家 李能胜老师带领团队创作完成的 整个佛像群都是在佛教的教规教义的基础之上 加入了中国的吉祥文化 佛教文化 中国哲学与现代人的审美观 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对接融合 从而创作出一种更具特色的现代化的雕塑 下一期为大家介绍圣水市旁边拥有一国风情的罗汉寺 添加我为好友 为您免费分享成都及周边的旅行攻略